終於等到新電視到了 就是Sony Barria X85K 今次我買了55吋 是今年2022年的新款 不要說那麼多 立即和大家開箱看看內容是怎樣 只要用力拔插 先介紹一下 平常開關按綠色的按鈕 但如果沒有搖控在手 這裡下面有一個開關按鈕 按鈕會不會開啟 只要怎樣處理大小聲和選擇 當它開啟後按鈕 出聲表 然後按鈕 按鈕會不會開啟 按鈕會不會開啟 然後按鈕會不會開啟 旁邊有四組XDMI 當你撐很多選擇的話 按鈕會不會開啟 到時客人會跳出來 左右加鈕會不會開啟 要跳出去看電視就按鈕 你留意這裡左右都有台 例如我加鈕會不會開啟 加鈕會不會開啟 如果那套電視有兩種聲音 按鈕會不會開啟 下面有一個音訊 按鈕會不會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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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YouTube的話 直接踩進去 因為你剛才連電視的WiFi 但YouTube的手層方式 你只能用到倉結和英文 因為它有一個語音 語音要稍後設定 用GoGoTV的帳號 怎樣設定呢 按鈕會不會開啟 讓它出設定 踩進去 這裡有個設定GoGoTV 進去之後都是選擇WiFi名 密碼 GoGo的Cmail 密碼 完成了 這個麥克風按著說就可以了 嗯 講完保養給你聽 基本上 Keep Down有三年保養 十天後上網登記 登記後會多三個月才會保養 不要開啟 基本上X85K和上年X85J的規格相似 主要有4K HDR處理器 另外有Tri-Luminal Pro的原色顯示器 採用4K X-Valternity Pro的超像身影像技術 可以令畫面更豐富和鮮豔 而今次會用到LATIVE 120Hz的Planel 在Motion方面也有一個先將技術 就是Motion Flow XR 令大家看高速移動畫面時 更加流暢和清潔 用到X-Balance的Speaker 會支援Dolby Atmos的全景聲 亦有支援Dolby Visual的影像技術 如果看Netflix或DC Plus 就可以看看它的漂亮畫面 買了電視機主要原因 可以支援PS5 4K 120 亦有VRR-ALLM 提供超低延遲的操作體驗 令玩遊戲時更加暢順 支援AirPlay和Chrome Class 可以直接在手機上 投影影像過去電視機 另外一個功能可以用到Voice Search 只要在遙控器上 說出你要搜尋的東西 它便會幫你搜尋到需要看的節目 打開Netflix OK,在Sony KD55X 85K 開啟Netflix 我們試試黑白的畫面 我發現它的角度會有些暗角出現 四邊都會有些暗角的出現 而它的黑色也做得頗實 但也不夠LED的實法 也有少許霜霜的 但在這個LED來說,我覺得它算是可以接受到的 如果大家對黑色很有要求 可能這部電視機就未必可以滿足到你 這也是今次電視機的缺陷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高動態畫面做得不錯 而且你看到整個畫質 我都覺得它是很立體的 你看到整條變色龍的顏色 那個紋路完全很清楚、很利 都會看到 這個前後的立體分別都做得到 對比度我都覺得是做得很好 即使我現在走近看也好 都不會覺得有些模糊感 旁邊都很利 前、後面的位置都做得到 剛才我說這些黑色的位置 可能它真的有少許帶霜霜 這些顏色不夠暗 不夠暗 差到這個位置 另外,大家也有關心的可視角度是怎樣的 我現在直接在鏡頭顯示給大家看 可視角度有人說是不夠的 我自己可能覺得沒有那麼高要求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你會不會去到很側的看電視呢? 基本上來到這裡 可能有少許影響了 這些位置開始已經有少許暗了 再側一點,基本上已經是暗了 如果你看電視 有時要側看 可能會有這些影響 另外,側面看看機身的厚度 它不算一個超薄的Panel 整個機殼都包得挺厚的 大家買的時候,如果要一些很薄的機身 可能就要留意一下機身厚度 很多是挺深的 賣的時候就要留意 最後來回總結 今次買了Sony S8 15K 以這個價錢來說 其實還有很多選擇 為何我喜歡Sony? 因為最大 最喜歡這個牌子 大家有留意 我之前的43吋都是Sony 所以今次我會買Sony 電視機給我的體驗都非常好 無論畫面、畫質、聲音效果、顏色上的轉變 剛才看到,它都做得很暢順、很流暢 另外,它也支援120Hz的Panel 當我第一次有Pacing 5的時候 就可以立即感受最美的畫質 說到優點方面 遙控上可以用到Voice Assistant Sony檔都是方便的 用語音已經可以搜尋到節目 而另外,今次85K也支援BARFIA的CAM 你可以再添置一個CAM 放在電視機頂上 可以配合一些手勢來控制電視 同時它也會用鏡頭偵測環境 就可以自動幫你調節光暗 而缺點方面,我綜合一下 例如四角有點暗 電視機腳相對比較高 如果電視台比較高一點,就危險一點 機身比較厚 以這個價錢的話,其他品牌應該會有薄一點的機 以上三項,就是我認為美中不足的地方 基本上,這次X85K給我的體驗都是滿意 都是不錯的 另外的聲音方面,如果要提升的話 可能大家也要安裝一個Soundbar 始終電視機的聲音都有虛空的感覺 這次以一個用家的身份 和大家分享今次的體驗 如果你買了Sony最新的電視機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分享一下用電視機的感受 今次的影片到此為止 請記得按讚,請大家留意 下方留言,我們再看看 甚麼新的電視產品和大家分享 現在我有新電視機 待會有需要拍攝美麗的Soundbar 可以隨時找我 下方留言再說,拜拜 !